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7年11月8号 今天是特朗普总统竞选当选的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在今天礼拜三的上半场 访问的嘉宾是声音非常有词性的Stanley曾 曾庆安先生 他也是新屋的一个代表 一个icon 让我们来欢迎Stanley曾 Stanley你好 Stanley你好 各位朋友好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词性 不敢不敢 因为我们刚刚有rehearse唱了一首歌 我们今天要谈论一下Stock Market在今天11月8号是2017年 一年中间第27次三个指数同时创了历史的新高 是 好 那在Continue On这个三大指数都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房子的价钱呢也是水涨船高 但是新屋的市场在Bay Area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是如火如荼 真的 真的是这样啊 过去这几个月来 我在几乎 湾区绝大部分新屋的计划看到的情形都是要排队 嗯 在去年这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情形 还有些计划说 还有些如果说你现在去买就可以看得到的 去年9月10月的时候 那么我们过去这几个月也谈到说 最近股票市场往上涨 那么公司营运利润都不错 所以很多公司还继续招人 表示说我们这里的需求还在继续增加 可是供给不够 因为新屋计划从开始计划买地到申请政府批准 再到能够开工 开建 再开卖 中间时间啊 短的话三年 长的话五六年都有的 哎呦 所以从养生地到变熟地到破土到落成 尤其是在加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影响它这个开建的过程 所以嘛 这没有办法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一下就增加这个供给 那还有就是说在湾区啊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说 建新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 这个人口增加的速度 所以嘛 2014年的时候 我就有客户问我说 哎 现在房价涨这么多 涨这么高 我会买再高点 2015年的时候还有人这样问 2016年去年很多人还是这样问 现在还是有人在担心 现在还是有人这样子问 嗯 所以你问说 那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 嗯 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说在以自作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当然做的时间只要维持五年到十年之内 应该都不是问题 也许会碰到这个持平的一段时间或者小小跌 这个是正常的周期 可是你只要房子留个五年到十年 一定会碰到一个大涨的周期 嗯 这个我们有有过去有记录可以证证明的 那么如果说做投资的话 现在就要谨慎一点了 实际上也不太容易 因为湾区房价高 所以cash flow不好 所以要选的话 要选这些增值有潜力的地方 有哪些 我们在前面几次节目中有讲过 有些特殊原因可以让有些地区 它还会继续成长的 那这些地区还值得做投资 可是投资的目标可能就要朝向这个增值 而不是cash flow 不是现金流 现金流的话也有万区 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拿到还可以的现金流 但是negative cash flow 总是每一个房东都不愿意见到的吗 那没有错 每个月还要掏口袋 拿钱出来 除了交property tax之外 没有错 所以我前几次有讲到说 用equity sharing的方式跟儿女合起来买 等于说把投资放在儿女的房子里面 将来回报的话也可以拿到不错的回报 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些怎么样合起来买的方式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给我们带来哪一些新屋的project呢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过去几次都是拖到节目 最后的时候才讲可能时间不够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 目前在湾区持续有一百多个新屋计划 有太多 我们因为时间 节目的时间有限 只能每次介绍一部分 因为你只有买半个钟头 是这样子 湾区每个地区 大部分都有新屋计划 除了少数几个城市 没有的话 其他就是秋金山 然后中半岛 南湾 东湾 甚至于到580 680 中 那个山谷 Trivalet地区都有很多新屋计划 那么 目前我提到这几个吗 只是说我看到 我觉得值得提醒的 可是吗 还有很多其他也值得提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说 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点 个别询问 在San Mateo 94401 San Mateo是 中半岛的中心 这个地点 建新屋建的比较少 因为地区在局限 是 非常局限 从京西山南边 一直到San Francisco 一直到 Polo Alto这一段 建的新屋实在是不多 所以难得有San Mateo 现在有两个计划 94401 它有42栋三层的townhouse 两到四个睡房 1200尺到2000尺 100万到126万 这个还算是San Mateo San Mateo的 算是合理的价位 那么 它的特性是呢 它离Keltrain Station 就是火车 火车站 San Mateo的火车站 Dontown那个站 不到一个mile 不到一个英里 所以交通算方便了 那么另外再往南走一点 到Redwood City 94062的Zip Code Redwood City过去这几年建的新房子不多 建了很多办公大楼 可是新房子建的非常少 大概只有两三个计划 过去这五年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 准备要推出来的 还 现在还没有开 开卖 可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半岛因为建的少 想要买的人多 所以要及早排队 它有12个单位的townhouse 那两到三个税房 1600尺到2000尺 那么它的距离也是离 Redwood City的Downtown和Keltrain Station 不远 不到一个英里 所以也算方便的了 那么再往南走到Santa Clara 我很好奇 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于中半岛的新屋的兴趣大不大 其实有不少人有兴趣 只是那边价位比较贵一点 比较高一些 因为那边的D实在是不够 建的不够 那么Redwood City Menlo Park Polo Alto 这一段 是过去这几年 这个成长非常快的地方 也就是办公楼增加了很多 有很多startup的公司 还有Facebook 还有Polo Alto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很多公司的大本营 所以那一块 有很多的需求 可是建的新屋非常少 所以这个机会是难得的 Santa Clara 再往南走一点 95050的ZIP Code 有一个比较小的计划 只有9个单位的Town House 是 它是传统三层楼的设计 那么它这个地点非常方便 距离Lawrence Expressway不远 离很多大公司也很近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两年 Sunnyville Mountainville涨了很多 所以接下来就是Santa Clara 要涨了 Santa Clara 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涨得很快了 还要继续再涨 那么 这个Town House 现在还没有开卖 可能年底的时候 可能要开卖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买新房子 都要及早排队 Santa Clara 另外有一个35个单位的 三层楼的Town House 计划稍微大一点 2到4个睡房 1600尺到2000尺的 起价大概100万左右 那么它的特性 它离Santa Clara的Caltrain Station 比较近一点 我为什么提到Caltrain Station呢 因为沿着中半岛Caltrain Station附近 如果说走路能够走到 或者说开车很近的话 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堵塞的关系 另外另外一个Santa Clara 95050 两到三个Bairroom的Condo 这个是大概是南湾最便宜的 可以买到的 两个睡房的 不到80万 那它接近Santa Clara University 所以如果说有孩子们 现在正在Santa Clara University 上课上学的话 这是很好的一个计划 买来给他住在里面 还可以租个房间 租两个房间出去 可是这个也是要很早就要排队的 否则等到它公开卖的时候 已经排上去已经太迟了 另外三号C95120 是95120是 Elmerdon Valley的ZIP Code 算是传统的好区 环境比较整齐 学校不错 它有8个Single House Single Family Home 传统的独院独栋的房子 两层楼有个小院子 这种房子现在已经很少很少 可以看得到 很少建商会这样子建的了 这是因为小的计划 所以还有4个税房 2250尺左右 这也是要及早排队 因为现在建商嘛 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现在先看有多少人排队来决定 有多少的 要定价定的多少 那可是如果说你等到真的它开卖的时候才来排 应该是拿不到的了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面就已经提到过 说是Mountain View啊 接近Castro Downtown那边有一个很值得购买的一个汤 一个Condo 是接近Castro还是Rainsdorf 接近Castro 接近Shortline 我们在节目上提过了好几次 我就说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 非常受欢迎 所以当时有人 有听众朋友听到的 他及到跟我联系的人 他们最早排上去的人 有机会买到 后来建商开始卖 从差不多9月开始卖 他还没有对外公开卖 只是卖他的waiting list上面的人 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买房 在那个project已经卖完了 已经卖完了 他真的是还没有对外公开卖 就已经全部卖完 你就知道说现在房市啊 这个供需是不平衡的 一定要及早排队 的确是很方便 是 所以一定要及早排队 这是很重要一个关键 那至于怎么样排队 那请您先制定 Stanley曾408-777-8900 408-777-8900 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再介绍 其他的project 您想在湾区找到 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 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 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省税策略不做 等于半年白做 小业主如何争取 百万省税额 W2家庭如何领取 终身免税收入 倒算指数法 岁岁年年无下跌 退休养老金 年年岁岁领终身 11月11号 本周六 万富理财 岁末省税 免税专题奖座 由荣获20个美国 及国际大奖 保险理财师 伊望瑶 国际认可 注册财务规划师 税法教授 共同鼓奖 欢迎报名 888-835-0698 888-835-0698 宏伟众医 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 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 受到广大患者的 一致好评 2007年 宏伟妹妹宏霞 来美成立了 位于San Jose的宏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 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 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紧急通知 加州最受欢迎的 长期护理产品 确定11月17号 会涨价14% 该产品有高达5%的 福利增长 guarantee 免税福利 和夫妻特别折扣 并可分期付款 为保证您能赶上 涨价前的末班车 印途财富特举办 最后一场说明会 11月11号 星期六下午两点 报名电话 408-586-9969 586-9969 Into Wells 进入财富 昌新珠宝 CH Premier Jewelers 精心呈现 别具一格的外形设计 结合精准无比的 计时功能 成就了 Frank Buller Vanguard系列 独具匠心 与众不同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h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 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新兴绿色黄金产业 世界领先的高科技 低成本 环保型专利炸油技术代理商 寻求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股票计划年底上市 详情请致电 MaggieTian415-988-5235 415-988-5235 或email至 MaggieTianChina atHermel.com M-A-G-G-I-E-T-I-A-N-C-H-I-N-A 智能股票系统展示 免税投资策略搭配 股市高点守住获利方法 高固定收益投资示范 多变的世界 不变投资王道是真理 请速报名参加 OnVest Daniel Wu 于11月18号周六 上午10至12时 在Milbury Green Hill Country Club 举行综合投资奖座 请速报名 www.pairlending.com slash seminar 650-600-1771 查询详情 是一股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Stanley增时间 Stanley 现在听起来 这些新屋都是100万 100万 因为很多人听了说 这个价格还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 100万 我要赚多少钱 才能qualify这个lone啊 真的是 我其实我也很感叹了 现在过去这几年 房价是涨得非常快啊 目前在这个阶段 在南湾 东湾 很多地区 怎么看 最少都是100万的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嘛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Foldability 在湾区 那可是嘛 这个趋势啊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说这个房价在涨 现在虽然说 很多房子起价100万 很多人负担不起 可是这个趋势 照目前我观察 这个政治经济 还有地理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 没办法解决 还有就业方面的好消息 所以对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嘛 所以我呼吁说 现在要买房子呢 赶快买 尤其是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什么 我现在有很多客户 嗯 他们现在都考虑说 要帮助儿女 因为他们也知道 年轻一代 就是说刚刚开始做事 做事或者做事个几年 他们招他自己的能力 他们现在的收入 他们的存款能力 是不可能 而且越到后面 越不可能 永远追不上的 所以嘛 我在前两个月以前 我办过一次网络讲座 那个时候就提到说 怎么样让父母帮助儿女 那能够在湾区 顺利买到第一个房子 那那个时候嘛 就有很多回响 很多父母都说 哎 这个 长得非常好 那你把这方面再来 就是parent如何帮助儿女 来买成功一栋房子 这个重点的webner 再办一次啊 是 我打算要再办一次 可是我这次办了吗 办的就要朝另外一个方向来 来走 因为上一次 我跟很多父母谈过了以后 发现说有一些问题存在 就是说父母跟儿女沟通之间 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 这些儿女嘛 年轻的一辈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嗯 所以 所以父母跟儿女之间 会有会有代沟 会有一些 呃不容易沟通的情况 没办法沟通成功 是 父母一心想要帮助儿女 儿女 他们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愿 那他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他们在美国长大 希望说要独立 要靠自己 这个是很不变的心态 第二个 他觉得说 可能会欠父母 他觉得过意不去 第三个 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 他认为他自己比较聪明 比较懂 这个也是正常的 或者all of the above 那还有些年轻人说 我刚开始工作 我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大一个负担呢 嗯 他说我现在日子好日子还没有开始过 我就要去背一个这么大的担子 所以有些人他想说我现在还没有享受 我就要去负担这个东西 所以想法不一样 那可是吗 我现在发现说 而如果父母想要用呃 他自己的想法加在儿女的想法上面 可能这个情况办不出来 嗯 办不到 办不到 是 我我有好几个客户都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这次办网络讲座是在十一月二十一号 啊 星期二晚上七点半 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二 下下礼拜二 那为什么隔了这几天呢 是因为我想让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个 先谈谈 先让父母跟儿女开导一下 说让儿女这次来听我的网络讲座 让你做个第三者 是因为我上次是主要是针对父母 这次我想针针对儿女年轻的一辈 我想让父母来邀请这个儿女来参加 所以我这次讲座嘛 要要用英文的嗯 前一次是是用中文 我自己的英文讲 你的英文程度我非常有信心 还好在美国住久了 所以用英文讲比较能够沟通 那么我会用呃 我过去我记下来的经验 还有呃有很多这个例子 嗯 再加上一些统计数字 这些趋势的分析 因为年轻人他们比较比较注重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分析过了以后 我想他们会有另另外一个想法 你有成功的案例吗 有是有的 就是原来这个年轻人一辈 他说我他说我我现在为什么要买房子 或者说我我我不愿意接受父母的 可是我用不同的角度来给他分析 然后嗯 哎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有小孩不愿意接受父母的呀 我想这就是代沟了 为什么也想不通 可是很多年轻人说 我为什么要听我父母的 我用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可以做得到吧 所以这就是代沟了 不过我我分析是用实际的这个数据 以前都很愿意接受父母的 我用实际上的数据 还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就是说这个儿女买现在买房子啊 其实是给父母一个投资的机会 而不是接受父母的赠予 所以这样的观念改过来以后 等于说 儿女制造一个投资 投资的机会给父母 然后也制造一个自己可以增加财富的机会 好 Staley曾的电话号码是408-777-8900 来register这场webinar 408-777-8900 我相信啊 聪明的儿女 他还会有一个问题 他说 哦 我如果说是给父母一个机会 投资在这个房子上 他就会想 我们的credit score 我们的borrowing ability 被这个房子占据了 我们以后要卖房子 我们的credibility 说不定就不够了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那这不是问题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买第一个房子是最困难的 一旦买到一个房子以后 后面就容易多了 因为他房子 但是他的borrowing power就降低了 没关系 呃 他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 赚的钱放到下一个房子上面去 哦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最最难的就是第一步 第一步踏出去以后啊 在湾区啊 要致富 就要要现在能够致富 买得起房子只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靠股票发财的 嗯 第二种是两个人夫妇一起工作 收入很高的 嗯 合起来三四十万 四十五四五十万的收入 有这种 现在越来越多了 第三个就是很早就买了房子的 嗯 现在靠房子涨的钱可以另外再买 嗯 只有这样三三种方式 其他的都没有可能啊 嗯 越来越困难 会越来越困难 嗯 所以我呼吁说所有有心的父母 想要帮助儿女的来电登记 然后那我会发邀请函 邀请他的儿女来参加我的讲座 嗯 父母有心儿女也要有意才行 好 这场webinar是在11月21号 就是下下星期二的晚上几点钟 七点半 七点半 那您一定要接受到邀请 才能够participate这场webinar 那webinar的主题呢 就是在新房子方面 那父母想要帮儿女的忙 从Stanley的角度 怎么样以一个公平的第三者的身份 来分析这个事情 所以父母和儿女的情绪 都不会involve在里面 你看做父母的多难 要不儿女的买房子 是不容易 还要把自己的情绪抽出来 好 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 在湾区还有哪一些新屋的project 值得推荐 我们刚才讲是在中半岛这一边 到南湾 我们现在提一下在东边 东边的话 从Milpeters开始 95035的ZIP Code Milpeters大家都知道 今天其实 看是下午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六点钟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Channel 7 5点钟 Channel 7 第七台的新闻报导 就有报导说 Milpeters在Bar Station附近建了很多新屋 有apartment出租的 有很多townhouse condo 总共加起来 全部建完应该会有7000户 哇哦 这个地点 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Bar Station马上就要通车了 预计是明年6月会通车 一通车了以后这边会会非常受欢迎 因为它交通方便 而且买东西什么这些购物啦什么都都很方便 所以那边还有的涨 价钱还有的涨 那边选择比较多一点 现在有四个townhouse condo的新屋计划 现在正在卖 然后还有一个即将要推出来的 从一个税房到四个税房 它的价钱差不多从60万到100万左右吧 一房要60万 60万上下 那四房的可能接近百万了 超过百万 嗯 这个地点就是说地点方便 所以还是有潜力 再往北走一点到Fremont 就4539 它有一个新的luxury condo 豪华的condo 这个condo是比较大的设计 三到四个税房 1850尺到2500尺 它有还有电梯上下 而且走路可以走到Bar Station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走几千步 几千步就够了 110万到130万 所以这个也是有潜力 为什么它有Bar Station维持 那么另外再往北走一点 到Newark 94560 这个地点呢 Newark我们过去这两年 三年已经提到很多次了 所以我是最早在节目上提到 Newark是有潜力的 那个时候才刚开始发展 现在果然不错 这几年涨了不少 可是还有继续涨的空间 目前现在有四个新屋计划 在Newark 接近84号桥的东边 有townhouse 有singlehouse 在一个master plant 这个计划里面 总共全部计划 还会超过2000户 那么现在又有计划说 要可能要把那个 就是从Newark接到Rival City 中间有一条铁路经过海湾 经过这个内湾 把这条铁路重新开了以后通过去 如果这个铁路开得起来的话 那这边这个价位还会继续往上涨了 那么最后在Hayward Hayward 94541 这个ZIP Code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两层楼的single house 1700尺 这是传统设计两层楼 一进门是客厅饭厅厨房 后面是车库的 三个睡房 1700尺 有院子吗 没有院子 这个ZIP Code 那价钱非常合理 85万 非常好 这是整个湾区最便宜 两层楼的全新的single house 它也是走路10分钟 可以走到Bar Bar Station 所以这是很难得 将来越来越难找到 这种两层楼传统的single house 是啊 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个走路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85万价钱也是不错的 对 只剩下最后一套 只剩下最后一套了 请赶快致电 Stanley Zin 408-777-8900 询问今天所介绍的这些新屋 同时要参加11月21号礼拜二 七点半的Webinar的话 也请致电408-777-8900 来登记 来Register 谢谢你 谢谢 好 我们下个月再见 听众朋友接着我们还有两段访谈 第一段是访问 黄建雄 Kim Wong是欢迎您的call in 然后就是做这个财务的这些专员 他的名字叫做Sabrina Chen 也介绍一种新的产品给大家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 Zin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 Zin 408-777-8900 省税策略不做等于半年白做 小业主如何争取百万省税额 W2家庭如何领取终身免税收入 倒算指数法 岁岁年年无下跌 退休养老金 年年岁岁领终身 11月11号本周六 万富理财岁末省税免税专题讲座 由荣获20个美国及国际大奖 保险理财师一望瑶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 税法教授 共同主讲 欢迎报名888-835-0698 888-835-0698 宏伟众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 宏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位于Sanjose的宏伟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Baniel Wu 28年资产管理证券交易经验 GPS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 Pair Lending创始人 99.8%的客户 年收入6%到12% GMCC介绍两种 Jumbo贷款的Program 中文投资网Kingsley Huang Jason An 分别讲解如何拿到1亿美元 不是梦一书 以及网红达人50%的利润 如何做到 11月11号晚七点半 与您共度娱乐漫谈 好时光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andyville 在Curpertino、Burlingame、Fremont Presington、Saramun、North Jose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GOOGA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我们的股票时间 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黄建雄 Tim黄 黄老师 黄老师您好 周恩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礼拜三 美国的股市是小幅的高收的 但是今天是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一周年的纪念日 三大股指也都在同一天 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这个记录呢 在2017年是第27次发生 那我们看一下 在收盘的时候 道指上涨6.13 报23563点 标普500上涨3.74 报2594.38 纳指上涨21.34 报6789.12 但是从2016年的11月8号 一直到现在 标普500上涨21.1% 道琼斯上涨28.5% 纳斯达克上涨30.3%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上涨都很少 有的时候上涨一点点 其他指数下跌 今天是三大指数都上涨的很少 其实纳斯达克因为也有跌的日子 所以今天是上涨了 稍微多一点是弥补前几天的下跌 那您问人为 Tim这个市场是不是一直平盘的在打横走 会不会碰到一个风吹草动 它就下来的比较厉害呢 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涨了八年 然后我现在看着这个从九月份 九月中开始好像都没有 没有多少天是下来的 所以一直都在上去的话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当然会有一个调整 当然经济好利息低 全世界的股市也是在创新高 不纯粹是我们的市场创新高 全世界都是创新较高 真的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经济还是 看来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推动这个股市上去的原因 基于我们在这里呢 那我们是在担心什么事情呢 没有什么事可以担心 就是现在担心的就是 当然是特朗普他们共和党的 在税改 税改 是不是同意这个草案 其实明天那个参议院的 他们的 他们的 那个proposal 可能就会 明天会出来 所以大家看看 会有什么影响 是 我有一个消息要报告听众朋友 就是我们访问一个CPA 严厉中破颜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CPA 他对税法研究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在决定在下个礼拜二的晚间七点半 要播出这一段的访谈 那主题是在特朗普的新的税法改革之下 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那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材料啊 其实表面是赢 但是我们输的地方是在暗中的一个魔鬼 大家真的要很注意 并且如果通过的话 在2018年的1月1号就要生效 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遗产税了 corporate 还有单身marriage等等 还有employer 对于employee的福利以后 很多employee都必须要报税 都不能当成扣缴的这个benefit了 很多很多的项目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 所有的听众朋友 注意收听的一个节目 好 Tim继续讲 所以现在的情况因为市场讲了这么多 尽管这个市场还看不出 它什么时候下来 可是我们还是要步步为营 就是要看随时的它有什么波动 什么风吹吵动 我们就用一些策略来 来对付了 好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热线全开 6509682000 欢迎您的call in电话 那我们今天谈论股票的节目 要在7点45分结束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 last minute才打电话进来 要打现在就打 那么这些要做防范的措施的话 那我们再等等 在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的时候 一一的来替大家回答 那现在已经打电话进来 问的朋友啊 第一只问的是facebook 他是说facebook呢 在前几天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之后 结果就在平盘的整理 像今天是179块5毛6 是下跌的 他认为这个facebook应该怎么样处理 facebook趋势看涨 就是当然183块附近 就是他上次去到的地方 的高位 现在下来的话 就176块是他的支撑 当然这个现在其实高科技啊 我觉得有一个调整的情况 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明天呢 这个NVDA啊 这个科技股最红的一支股票 明天下午就要出报告 我觉得出完报告之后 都大概都会获利回土的机会大 所以他下来的话 可能也会拖累这些科技股下来 所以他现在是平盘 平盘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怎么走 整体趋势是看涨 所以还是要看市场的表现 市场要下来的话 他也难以避免下来 他的报告也出了来了 所以现在总体来说 我就是担心 经过了NVDA出完报告之后 有一段很长时间都 除了Cisco是最后出的 有段很长时间都 都没有什么公司的财报来推动 可能还是要整理一下 这个高科技股 嗯 好 下面问到的一个是 United Continental Holding UAL 问UAL的趋势 它的图表并不好看 58块9毛2是今天收盘价格 UAL它是去到57 58附近呢 就尝试着反弹 可是现在又接近这个57 58 就要看它能不能够守得就57 守不住57的话 还是要下去 现在目前趋势看跌 过去的一个月都是在平盘整理 所以要看它下一步 往上走还是往下 嗯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等到它什么时候 它才有机会上去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最好是避免 嗯 好 阿里巴巴BABA的等级是hold 或者是sell 当然是hold 现在因为它好像其他的大股一样 科技大股一样都还是趋势看涨 尽管它出了报告之后 也是调涨回落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上涨趋势 其中的整理 呃 什么时候害怕呢 假如它跌跌过177块的话 177 嗯 可能就就是会有问题 好 NUGT是黄金金矿股的三倍看涨的ETF NUGT今天上涨1.63% 到了30块4毛7 它的前景如何 黄金呢 这几个月都很弱 那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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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呢 呃 在这个28块附近 呃 呃 呃 得到支撑之后 呃 呃 上了来一点 可是依然整体趋势还是看跌 要看黄金的表现 那么黄金呢 最近尽管也涨 啊 也有 也有双底的那种图形 可是啊 目前 呃 要 也看不出有什么 东西可以推动它 除非这个市场 美国的股票市场 或者啊 有些问题的话 啊 它可能会趁这个机会上去 所以现在来说 啊 应该是继续持有这个NUGT 好 现在是也是持有NUGT 接着是Upland Software Company UPLD 今天是上涨4.83% 21块2毛8是今天收市价格 UPLD呢 呃 今天呃 表现不错 呃 就是猛力的拉上来 涨了差不多5个% 面对的就是21块6 呃 这个主力 呃 看情况明天就会 呃 冲 就会往上冲过 呃 这个 这个主力 能够冲过的话 呃 它会向着这个20 25块 24块 25块那边上去 好 Qualcomm 为什么一根羊棒拉上去 之后 今天还在上涨了 2.17% 今天收盘价格 65块4毛9 众所周知这个 这个 Botcom offer了70块 来收购它 那么现在 呃 这个 投资人呢 就等待 Qualcomm的回应 呃 大概 他们都会拒绝 呃 因为他们觉得 呃 大家都觉得 这个价位比较低 所以还有机会 呃 提升 呃 提升 他们的 呃 offer 价钱 所以啊 这个 这个 Qualcomm不肯下来 Qualcomm的 这个 春梦了无痕呢 它过去 也是极为受到 争议的一只股票 好 我们时间快到 还有太多的股票的问题 Apply material 有AMAT 56块 九毛二 呃 呀 Apply material 就是 最近都很平盘 呃 也是一样 就是 呃 Earning也过去了 呃 最后的Earning 也差不多来了 呃 嗯 我想不到 有什么原因 继续可以推动 这是科技股上去的 哦 OK 好 另外一个software service 的公司 叫做Square 好 代号就是SQ 三十六块七毛一 呃 Square 今天下午出了报告 好像是报告 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就是要看 他明天能不能够突破 呃 三十八块 呃 破不了的话 就 呃 可能要下来 呃 今天 今天 呃 后市 好像 掉了一些 呃 尽管他有好报告 所以呃 明天 可能要比较小心 嗯 好 下面是City Group 其实在这一周年以来 高科技股和银行股表现的都是不错的 City Group今天小跌 七十二块三毛四 呃 City Group呢 呃 不行 呃 他就是 啊 一直 去到了 七十六块附近之后 一直都在下来 现在已经是七十二块 今天曾经 碰到七十一块六毛四 这个五十天均线 能够 守住 啊 所以还可以维持一下 呃 假如跌低过七十一块六毛四的话 就变为了跌势 嗯 所以要看紧一点 AMD 啊 Defense Micro Device 十一块七毛一 AMD 啊 前两天就是 他说和Intel合作 啊 做一个chip出来 和NVDA 对抗 啊 契纪着他一下上去 可是因为啊 碰到了 十一块九十二块 这个主力之后 啊 立刻又下来 啊 这个趋势还是下跌的趋势 嗯 好 对不起 听众朋友还有一些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您打电话来的时间 稍微晚了一点 我们不可回答 非常感谢Kim黄黄老师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你 拜拜 好听众朋友 我们第二段访谈结束 接着来听听看Sabrina 今天带来一个听起来很有优势的 财务的产品 希望大家继续守在收音机旁边 聆听Sabrina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紧急通知 加州最受欢迎的长期护理产品 确定11月17号会涨价14% 该产品有高达5%的福利增长 Guarantee免税福利和夫妻特别折扣 并可分期付款 为保证您能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 印图财富特举办最后一场说明会 11月11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 报名电话408-586-9969-586-9969 Into Wealth进入财富 智能股票系统展示 免税投资策策策略搭配 股市高点守住获利方法 高固定收益投资示范 多变的世界不变投资王道是真理 请速报名参加Unvest Daniel Wu 于11月18号周六上午10-12时 在Milbury Green Hill Country Club 举行综合投资奖座 请速报名 www.pairlending.com slash seminar 650-600-1771 查询详情 Fremont新章清真店奔山仙 特别秘制新鲜正宗地道北方菜式 和各类面食 芝麻大饼 牛肉馅饼 秘制羊汤 水煮肥羊 川菜辣子鸡 红嫩羊肉 招牌牛肉 特色手工水饺肉包 真心出美味 真诚带顾客 饭菜有特色 味道很独特 体贴你的心 越吃越有味 奔山仙 位于36456 Fremont Boulevard 定位电话510-320-5099 510-320-5099 蒸汽火锅 羊肉烤串 宵夜筹备中 敬请期待 F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数据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险与年金的专家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DF力章Corp.com LEEFLEEZHANGCORP.com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法拍屋假作 David 我好开心 最近跟Sabrina 买了50万的人寿护理险 不仅储蓄力超强 利率7-8% 将来退休更不用担心没钱用 保费又不贵 最棒的是长期护理 无折扣百分之百理赔 若买的是50万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就是50万 预知详情请电 Sabrina 415-602-0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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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Sabrina Sabrina 最近的股市呢屡创新高 并且在道琼斯的方面 已经年内第56次创了历史的新高点 有一些朋友啊 真的是他不大懂投资 谁都不能说自己是在投资股票的专家 或者呢 他们也很怕股市会回落 市场会有波动性 宁愿把钱放在银行 但是呢银行一直维持在低利率的状态 太久了 这些钱等于每一天都在损失 损失他的资本 损失他的投资的回报率啦 或者是损失了他的 在别的地方赚的钱比较多啦 所以我们不增长 所以我们怎么样 能够把放在银行不增长的钱 变成smart money 来运用进可供退可守 是非常复合 现在人的比较聪明的人的观念的 今天Sabrina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年金的计划 周小姐你好 Sabrina的电话号码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最近呢保险公司呢 新推出了一种啊 七年的定期的program 它是一个呢固定 very high yield fixed income的product 它就是好像是银行的CD一样 不但是保本 而且是multiple interest 现在人银行利息比较低 银行的五年的定存啊 大概只是1.5%的interest 放五年才只有1.5的年利率 对 而放在这个七年的program里面呢 的回报呢 就很高了 大概就有六至四个percent 六到七个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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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七年的时间比五年的定存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它的回报率要差的好几倍 这个program除了高利息 还有其他什么别的好处呢 Sabrina 我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它的feature哈 好 首先它是一个保本的partner 而且呢可以得到市场上的回报 第二呢很多 我们都知道long term的收入型的年金呢 通常是挂钩在那个S&P的index上面 但是这个program呢 它是挂钩在两个不同的index 一个是JPMorgan的index 另外一个是Citiband 它们自己的一个index里面 嗯 跟S&P一点都没有关系 所以S&P呢 如果是下跌的时候 跟它们也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两种index呢 它们invest的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它是有invested global 房地产 equity 和帮等等不同的 有数据显示 在2008年的时候 S&P跌了38% 而这些的index呢 反而上升了6% 哇 所以这个新的产品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行之有年了 所以市场下跌 因为它不是tied with 标普500 所以它反而升了6% 对 哇 好棒啊 另外呢 就是它的interest的收入的回报呢 也是跟其他的年金有一点不同 首先呢 它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因为它是七年的定期的一个program 首先呢 第一年到第六年呢 是有一个annual performance interest credit 2.25% 2.25% 那意思是说呢 如果是那个index呢 在正常的positive的情况下面 哪怕是增长0.01 那一年呢 你就可以收到2.25%的interest rate 明白 如果index下跌的时候呢 你没有什么影响 你的本金是没有loss的 只是增长的部分是0而已 啊 保本 保本 嗯 就是说第一年到第六年 的情况是这样的 对 每一年呢 是拿一个小节 啊 那如果到了第七年以后呢 那七年呢 它是收一个大大的大节 哦 有一个7年的returned credit 上涨无峰顶 比如说是interest上涨了40% 那一年你就拿40% 就实际上拿到市场真正的涨幅 对 或者我取一个例子 好啊 大家可以明白多一点 哈 我有一个客人 李先生 因为他怕投资有风险 他就把那个10万块 一直存在银行不动 后来我就建议他 把那个10万块 存到7年的定期里面 他也听你的话了 对 因为7年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哈 如果你7年之后 contract完了之后 你也可以walk out 也可以stay 那按照我们现在 正常的interest的走势 来计算的话 李先生呢 第一年到第六年 他每年拿到2.25%的利息 六年呢 总共呢 他就拿到13.5% 2.25 x 6 就等于13.5% 对 那第七年呢 我们是预估了保守来预估了 嗯 都有33.5% 为什么说33.5呢 因为第七年呢 预估有33.5% 所以是一个estimate estimate 总的来讲呢 你先生7年了 来说呢 他10万块本金 年本代理 那个增长呢 7年了 大概有14万7,035 哇 从10万 一直到了第七年的14万7 这个增幅实在是不错了 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program 那我们请Sabrina来总结一下 我再度把Sabrina的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415-602-0347 415-602-0347 好的 周小姐 我总结了有几个方面的优点 首先呢 当然它是一个保本的计划 有延税的功能 如果我们把钱现在放在银行 即使你不拿出来 半年就会收到1099的表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扑管里面 就不会 就不会收到1099 对 因为它是保险公司出的定存 你会把那个赚的利息一直延税 直到你把钱全部拿出来为止 第二方面呢 它有一个进可供 退可守 有一个防御监控风险的那个管理的功能 在里面 它们是每一天呢 跟踪那市场的状况 对投资一个策略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 当市场 goes up的时候 只是很风平烂静 没有处于一个 lower risk的状态里面 低风险 低风险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投资三分之二 放在那个equity上面 然后三分之一就放在债券里面 因为当market goes sideways的时候 就是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 对 那时候呢 它会把那个三分之一放在equity 然后三分之二放在债券 哦 ok 所以它有这个机具 对 如果market很危险的时候 all goes down的时候 它们就全部100%放在债券里面 嗯 所以这个经理人 它是看到市场的情况 而可以把这一些投资放到switch来 switch去 以保证我们的投资会没有风险下跌 对 那它有没有收每一年的管理费呢 它是no any fee 哦 不收太好了 对 就是什么费用 没有免费 没有暗藏的费用 嗯 没有手续费 它是一个七年的中短期的program 然后呢 它利息是比较高的利息 主要是它有两种不同的收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呢 如果是你要急用的钱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它可以每年呢 你可以在那个cumination value的卡里面 提5%出来 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所以这个产品它事实上是年金 它是年金 所以说如果需要用钱 年纪也复合的话 就可以在accumulation value里面 提取5%的用金 并且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没有用 那5%是for the rest of the life 都是5%吗 它是在那个你的本金和增长的总共的部分 提取5% OK OK 那这个钱可以用fresh money 可不可以用退休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在里面呢 可以 你可以401k或者是low over也可以 哦 对好好非常好 听说朋友呢 如果您还是想要把自己的钱 放在一个保守的定存里面的话 因为那个利息太少 那5年的定存只有1.25%的利息 那这个产品这个年金呢 它是7年的program 7年的program 如果说在7年之内拿出来 会不会有罚款 7年 它有一个contact是7年的啊 但是如果7年之后呢 也可以wall away 也可以继续放在这个计划里面 好非常感谢Sabrina Sabrina的联络电话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我一直认为投资是一个suitability 那如果听众朋友今天觉得这个产品 非常适合您或您的家庭 就请致电Sabrina Chen 感谢你Sabrina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这个单元结束 感谢周深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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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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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